目前国内娱乐园那些当红的艺人,不说都认识吧,大部分还是叫得出来名字的,但是,说起牛俊风的话,估计很多伙伴都是一脸猛逼吧,这是何许人言呢? 牛俊风,1992年12月1日出生于北京市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,说几个大家熟悉的电视剧吧,2007年出演神话剧《宝莲等前转》,在剧中饰演少年杨景,2016年8月22日主演的偶像剧《微微一笑》很清晨播出,2017年6月5日出演的古装剧《楚桥传》在湖南卫视首播,在剧中饰演玉王元松。 同年,牛俊风还主演了励志剧《夜空中最闪亮的星》,2018年主演的古装玄幻剧《满荒记》,看了这些想必你知道了吧,确实是既有颜值也有演技的实力派,这一次他用一场充满未知与挑战的冒险之旅,与青春告别开启另一段全新人生的故事,又在一次在娱乐圈中掀起了一阵风暴,众多艺人力挺他的新剧,养子都亲切地叫谈牛大哥, 想必他们的关系也是很要好的,还有吴欣,赵丽,杨阳,李一峰,关晓彤,金晨,谭维维,刘维等人都在力挺牛俊风,连大咖们都热捧的牛俊风,网友们更是一片呼声。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